愚蠢的喵总在大夏天穿上了冲锋衣 他这是在准备干嘛呢 我看合不合身呢 当时觉得大的不行的衣服 现在刚好合身了 好惨呢 看我们在收厚衣服 因为我们要去西藏了嘛 所以为了安全 这锁了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要收一点厚衣服 当然收拾衣服是喵总的活 我在旁边 我在旁边说说风凉话就好了 你真能干 衣服收拾完了 这是喵总去买的药 根据子玲姐的建议 我们买了一些这是啥呀 感冒药 感冒药 还有头疼粉 还有一盒头疼粉 然后是拉肚子的 鸭鸭跟我说她买了三盒头疼粉 哦 天 然后这个是据说能够救命的氧气罐 我们买了两个 因为我跟喵总都在高原生活了一段时间 所以贵州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氧气罐 这是喵总妈妈给我们拿的红景天 据说用这个泡水 可以稍微缓解一下高原反应吧 我们现在呢 把它拿去送给准备和我们一起进藏的朋友 下雨咯 路过一下金智龙的房车 这就是他们家 看看在不在家 这个 那个早上不是跟你们说有那个红景天吗 泡水天 你那是胶囊 就是拿来煮水 就当平时的水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得准备一个牵上来的杯 什么 一次煮两块 羊肉狐狸吗 就是煮两块狐狸就可以 把它拿荡水喝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喝起来了 现在开始 你流了吗 我流了 我流了一半 好 拜拜 我们家四喜在阳光小室里 一天要被无数人都和无数人摸 所以大家都喜欢和他玩 稍微混熟一点 他就可以给你露肚皮 显得特别不矜持 狗粮来了 够他吃两月了吧 跟上次买的不是一个牌子吗 不是 要定期给他换一下狗粮 不然万一同一种狗粮吃多了会出一点问题 以前养猫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小心一点 在外头 就是同一个场出的狗 出的猫粮 容易吃出病 比如说这种猫粮容易吃出肾病 他一直吃好几年 然后就会得病 所以我们养猫养狗都是 历时换一下狗粮 猫粮的 还有点香 真的 然后我们车上有一个这么大的箱子 这是专门给自己装狗粮的箱子 这个箱子可以装20斤左右的 20斤大概自己吃两三个月吧 你养一个中华天然犬还是蛮便宜的 还是蛮便宜的 小心点啊 别捣出去 这个小狗刚好捣了 我是说你手抖 我又没有爬今生 我抖皮 你刚才抖了两颗粮 然后我们四喜专门有两个这样的盒子 是分装出来给它吃狗粮的 每次给它吃这样一盖 一天两盖 其实吃的不少了 而且有时候还会给它加肉 它长不胖 我们现在天天给它加肉好吗 它长不胖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把肉都吃了 是因为它太好动了 我觉得这种中华天然犬 和其他房车里面养的狗不太一样 像人家的小泰迪啥的 都特别安静的往主人怀里一趴 或者是往主人腿上一坐 它 恨不得爬到你肩膀上来骑着你跑 哎呦 我才拍你 哎呦 哎呦 好了 放到这下面去了 来看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 好了 四起的狗粮也收拾好了 下面继续收什么呢 后面那个床位要好好收一下 哦 后面的床被喵总翻得好乱 好好收一下吧 什么被喵总翻得好乱 好了 现在我和喵总准备去 我们这次一起去西藏的同行房车那边 和他们开个小会 然后听听他们的路线 四喜乖乖在家哦 四喜饿了 一会儿回来就为你吃下午饭哦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房车了 胖鸭鸭家 哎 哈喽 哈喽 上来吗 可以上来 还没上过你家的 哎 哎 哇 天呐 好萌啊 全是招财猫 哇塞 看看 太萌了 太萌了 萌爆了 对 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准备去西藏的搭档 胖鸭鸭和她的老公小黑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研究一下路线 对 你说 我刚才搜了 从这个雅江到巴塘只有300公里 但是 她说包着 然后还沾 对对对对 300公里你要是每小时40公里的时速你也得走七八个小时呢 为什么才四十 有的烂路 这 你不是也走过吗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山路吗难道 很有可能呀 哦 你想从2000多上到4000多呢 然后又下来又到2000多 他说要多少了 你能提醒 提醒 哎 你别 他说18个小时 吓走了 下车 嗯 看一下 要开6个小时还好吧 差不多七八个小时 开一开 那时候的话对咱来讲也不挑战 主要是咱不能在高海拔休息 对 主要是不能在高海拔睡觉 对 昨天刀哥还跟我说要注意一个一个那个啥就是那个伊维科有可能会有高反 就是进口底盘 进口底盘 咱们得吃粗粮的没事 我们就活在几盘没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吧 嗯 四天就是四天 对对对 就是咱们出发之前啊 你订好今天的目的地 到目的地之后呢就找好营地 找好营地之后探讨明天的路 嗯 我们先在这边多待几天适应一下